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今天视频的开始会先介绍一下具体的介绍我们今天喝的这两款酒分别是什么 一点点他们酒厂的背景 那介绍之后我们再进行一个盲评 让大家更清晰这个酒是怎么样的 然后我们给大家尝完了是怎么样的 到最后我们会给大家一个推荐 乐加维林在苏格兰盖尔语的寓意为工厂所在的山谷 位于苏格兰爱雷岛乐加维林海湾 据说乐加维林是苏格兰爱雷岛上最古老的酒厂 早在1742年就开始生产威士忌了 但是真正拿到酒牌是在1816年 乐加维林奥福尔曼 edition是美国演员 尼古拉斯奥福尔曼和乐加维林联手出品的一款威士忌 那尼古拉斯奥福尔曼在剧中扮演的角色 以及他个人都是乐加维林的忠实粉丝 我们手里的这款是出的第二款 它叫做炙烧橡木桶 酒精度数是46度 乐加维林2006年的Distillery edition 这款酒可以说是乐加维林威士忌中 最受欢迎的一款酒了 那这款酒有在PX的项目桶和X Bourbon的项目桶中 进行了双程的俗成 它的酿造时间是2006年 它的装瓶时间是2021年 酒精度数43度 好了今天的这两款酒就是这个盖矿 那Tason哥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两款酒去做这个视频 其实是一个很偶然的 因为我们刚刚好最近就是拿到了这个11年的offer版 看到了看到了一个这个offer name 然后我就想诶乐加维林 因为很少看到它 对很少看到它的一些就新版本的或者什么 对所以我就想哦应该找一款酒来 主要是为了找个借口喝它一下 试它看好不好喝 然后刚好家里还有这一个2006年的 因为我那时候我当时我还挺喜欢这个酒的 所以我也喜欢 对我有囤了囤了好几瓶 然后刚好有这个我就说拿来对比一下 也就只能这样了 因为乐加维林真的抽好少酒 对比较少 你看它的一般它的在外面卖的 就是14年 16 对16年 对一般的基本版就是16 那会不会这个11年会很差呀 但是反而乐加维林我们可以知道的是 它有出了一个8年 对吧 然后其实它这种低年份的反而卖的更好 对吧 那我更好奇了 我今天真的是很好奇 这个11年的offer们 这个addition到底会是怎么样 好那请导演先帮我们把酒倒上 我们尝尝看 那我们现在就来尝尝看一个2006年 2021年release的这款15年和11年 哪个会更好一些 我会觉得很收敛 这个味道 我还觉得它挺崩放的 什么 这一闻 整个的 整个把你扔到海里的感觉 海的那个咸味 就真的是扑面而来的那种感觉 就那种雪梨的那种青草的 它会带一些这种的味道 还有一点薄荷的味道 就是清凉的那个味道 我印象中热加维林更多的是 烧过的木制品的味道 但是今天在这里面很少 对 我觉得一个是它的第一感觉 给我是那种海的那种咸味 没有什么 慢慢来吃一些水果的那些香气 还挺好的 一些青色的那种 青色就那种草本类的 很好闻这款酒 你看到像不像滴滴里面 加了个泥梅味进去 哎呦天呐 喝完了之后 有点像滴滴加了个泥梅味 BBQ的那种味道 烧炭的那种味道 给足了 而且它不是灌窗 它就前面 它就起来了一段 后面就没了 然后到最后现在 尾巴上来的是 是那个消毒水 好像被人扔进医院一样 就这款酒是那种 特别特别美好的 对第二口的时候 烟熏没那么厉害 那烟熏味 那木头烧开的那烟熏味 没那么厉害 反而是更多的是 它的那个水果 跟那个甜 甜美的味道 对 更甜美的一些 很爽 那个感觉 给到足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真的 它那个烟熏甚至都会让我想到了波姆的那个烟熏 你会觉得这个酒是你那个2006吗 这个应该就是那个 真的 因为2006 就我之前喝2006 给它的最 给我最深的感觉 一个是它的烟熏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那个甜美 甜美 很甜 对 哇 好香 好好闻 那个梨子的味道 和那个枣子的味道 清新苹果的味道 其实它里面也有 没有 只是它的 盖过了 对 它那海盐的味道会更重一些 这个完全不咸 对 它把那海盐味给拿掉了 香蕉的味道 冰糖 特别特别的美好的那种清新 苹果 黑皮 很好闻 超好闻的这款酒 我会 我会想弄它 很难想象在一个爱雷岛的 做出来了个这么 这个倒霉味道 爱雷岛 爱雷岛的酒 真的就闻到了 我们没有一个外雷岛的酒 有这种味道 是吧 第一次 我这酒好好喝 我觉得它像喝山崎带了点烟熏 我真的会觉得它像山崎18年带了点烟熏味 而且超柔顺超顺口 还有烟熏味 而且它烟熏 它烟熏很少 但是你说吧 不像一款泥梅味的威士忌 后面有一点烟熏 一点点的烟熏味 但前面超美 就是像在喝阿波罗 给我的感觉 我像在喝一款 就有点 雪梨桶 不是雪梨桶 其实它的雪梨桶的味道不多 它有点像 真的有点像是一款日本的威士忌的感觉 喝起来有点像 只是说它后面的烟熏味会更重一点点 我说的雪梨桶是麦卡伦的那种好入口 那种 就是入口非常好入口 特别好入口 而且是那种 它没有雪梨桶味 但是它是那种小甜水 融合 你要说它没有层次感 它又不是没有层次感 有一些 而且后面还带一点点烟熏 它泥梅的味道很少 就皮底的味道少 但是它有smokey的味道 我整个喉咙全都是 对有烟熏的味道 就是小鸭熏的那种味道 但是我自己喝的话 我还是更喜欢这个 那个是老酒鬼喜欢喝的 对我会更喜欢 我们要猜一下吧 就不用写答案了 怪麻烦的 第一个你觉得是2006 对我觉得有 我也觉得是2006 这个稍微还是 就是 它的桶味 对它的桶味上面还是 第二个是11年 但是这个可能是我喜欢的 所有酒里面最低年份的一款 11年深得我心的一款酒 好请导演帮我们揭晓答案吧 我看一下答案 然后一会儿说全脱 不用看 肯定是 对 好了导演已经帮我们揭晓正确答案了 如我们所料 第一个是这个2006年的 这一款酒 所以我觉得市场价人至少掉到150 160 至少至少 对 那其实它也是物超所值的一款酒 那另外的一款 就Alferman Edition 这是刚出的 我们刚拿到 你都准备全部收了 我都准备 我刚才就想说 我先介绍完 我再说我准备全部收了 这个酒是一个11年的 然后就因为我们再说一遍 这个Alferman 就你们看的一个小人头 请记住这个小人头 他叫Nikolas Alferman 是美国的一个著名的演员 这个人他所有的 演的电视剧里面 他全都在喝勒加威林 然后这个人也是一个死忠粉 勒加威林 这就是为什么 就联名出了三款 我现在非常想找到另外的两款 因为首先这个酒的价值并不高 这款酒是个46度 它颠覆了勒加威林普通的43度 这是第一 第二 它11年绝对无超所知 它并不像一个11年的酒 那为什么 我觉得就乐加威林 我之前我也一直在习惯 因为好像8年 我们没喝过 对吧 但是8年卖得很好 所以我就想 我乐加威林 为什么第一年份的酒 卖那么好 对 第一年份的酒卖得这么好 反而很多人说 会去 如果你放一个16 放一个8 很多人会去喝8 那今天喝下来就说 我会知道 我原来乐加威林 在处理这个 这一块还是挺厉害的 拿捏的死死的 对 所以我说它在做这些低年份的酒上面 它把这些香气 什么真的是 这简直就是超值性价比的一个 我能想到的11年 从一款威士忌上面去说 它是一款非常好的威士忌 只是说你把它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定位里面 如果你是说把它放在你爱脸岛里面的话 我会觉得它少了那个泥梅的冲击性 少了那个烟熏 有 你再喝一口 但是它是在后 就没那么重了 现在重了 真的假的 你再喝一口 一个女酒鬼一旦爱上一款酒 就是这个模样 很好喝 真的很好喝 我很少说这个酒真的很好喝 真的是 你这两瓶酒 如果要是你这个酒都100多吗 对吧 那我肯定会选它 没有 这一个呢 其实就是说偏雪梨桶风味 喜欢喝这种 就是说偏雪梨桶风味的能力 一般都会喜欢这个酒 它雪梨桶味挺重的 对 蛮重的 喜欢这个味道的 那这一口 小清新 对 对吧 我清新的也快 行了 我们今天废话太多了 反正左手颜值 颜耳总值 这两款酒都可以买 一个156 一个100左右 如果你们能买得到的话 立刻去买 不容有余 非常好喝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给我们点赞关注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 让我们帮大家尝了酒 记得给我留言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拜拜 我们下期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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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